过来过来 小豆子苗的花样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就是 你看 你看 还不漂亮 对啊 来吧 既然你们两个都按时完成了 那就以 绣品的质量论高低 阿碧 你先开始吧 来 仓促间 能将这些花儿 绣得栩栩如生 几乎可以乱阵 实属难得 是卓大家教导有方 好 我们一起 再看一下小豆子的 是 真好看啊 是呀 真好看啊 你看 好看 我就是他那个绣得可别吃了 真好看啊 真好看啊 小豆子 你给大家说说 你为什么这样绣 都要求 卓大家出的题目是花魁 题目看似简单 其实不染 花魁乃花中魁首 超群绝伦之意 加上绣的是 嫉妇是嫉妻用的枕金 因此更负寓意 我苦恼了许久 才决定将花儿略加改动 一面着重描绘 花魁的娇艳 一面要掩盖 其他花朵的锋芒 这样一来 谁是花魁便能一目了然 后宫嫔妃佳力三千 谁都想要超军绝伦 集圣宠于一身 想来花儿也是情同此理 师父以花魁为题 原来是这番寓意 小豆子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不仅绣活精巧 这心思 竟然也是如此缜密 不来尚服局 真是可惜了 阿碧 小豆子刚才的这番话 今日我已经同你说过一回 你可记得 师父让你将五才人 裙子上的云纹 换一种颜色 和豆衣官将花儿的颜色换了 是同样的道理 陪衬再美 也不可喧宾夺主 这场比试 小豆子赢了 小豆子 阿碧的位置是你的了 卓大家 那我坐哪儿 论姿排位 让你坐在最末尾也不妥 这样吧 你坐在小豆子后面 其余所有的人 依次往后 退一个位置 平时吧 君君可不像是 我又不像是 豆衣官好威风 一来就踩着我们姐妹 往上爬 大家赶紧给豆衣官让让道 收拾收拾东西 这是什么呀 就是 诸位姿子 以后叫我小豆子便是 小豆子今日鲁莽了 得罪了诸位姿子 在这里赔罪了 好 七娘姿子请留步 找我何事啊 小豆子出了夜庭之后 一直想找机会向姿子道谢 若不是姿子心善暗中帮衬 小豆子如今 可能已经命丧皇权 小豆子 谢七娘姿子救命之恩 以后你莫要提这件事 被师父知道变糟了 我不过是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罢了 大恩不言谢 姿子以后 若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小豆子 定当竭尽全力 你已经上府局 就已经威风八面 大杀四方了 我可不敢祈求你的回报 只盼着自己 千万别养虎为患才是 请 豆义官 卓大家吩咐了 你是从不禄院 进来帮我们上府局 提高记忆的 务必要让您休息好 这是一间单独的请卧 分配给你住的 有劳了 叫我小豆子就好 我叫云海 你出来上府局 有什么需要的 找我就好 谢谢云海兄 我一定要着用 你也要去认为你 我都要去除你 你也要去除你 我都不想成了 你不是要去除我 你还可不可以 我还要去除你 你就是安心你 你怎么在地上 我都不需要 我都不需要 来 内侍院送来的这批银线太细了 要去西市采办一些略粗的银线 你们哪个得空跑一趟 我就去 小豆子手脚快 眼力又好 就让小豆子去吧 我也想去 凡事都讲究一个先来后到 像出宫采买这种好事 连七娘姊姊都没有轮上过几回 他一个新来的 凭什么便宜都让他一个人给占了 派谁去 师父自有主张 你若不服气 去跟师父说 不必拿我当见识 别以为你没有调换为此 你就没事了 那是因为 他还没有找到机会跟你比试 别说了 小心被卓大家听见 看 卓大家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想请卓大家 收回座位的排序 今日出宫之事 也请交给其他姊子去办 这是为何 我初来尚服局 不想把大家都得罪了 你倒是够坦诚 只可惜 你已经把人都得罪光了 再想退让 已经晚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罪人吗 因为你太能干 动摇了他们现有的地位 若想让他们再次接纳你 就必须拿出真本事 让他们心服口服 尚服局是靠本事吃饭的地方 有本事的人 才会拥有特权 才能往上爬 才会拥有好人缘 否则 光靠作烂好人是没有用的 听懂了 我只想好好当差 做好分内的事 但是不想与人争 何人抢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当年我师父 贵为天下第一针 司掌尚服局 欲满天下何等尊荣 可他却偏偏不识实物 和你刚才所说的不谋而合 非要辞官出宫 去过那不争不抢的日子 可结果呢 没有了权势 空有一身绝学 最后 落得家破人亡 身败名裂 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天下第一针尚且如此 更何况你了 卓大家 我曾听说天下第一针安逝 犯了谋逆大罪 自尽而亡 赵卓大家的意思 是另有隐情 问那么多做什么 你只要记住 在这宫中 必须要有向上之心 否则 就算是天下第一针 也如同蝼蚁草芥 剑蜜一条 死不足惜 多谢卓大家教唤 我一定要你血债细还 居然说阿娘是蝼夷草芥 死不足惜 卓锦娘 我一定要你血债细还 即便与你玉石俱焚 我也要替阿娘讨回公头 戏刷冤屈 请